阳气不足 大便就不通 中医一朝 温阳暖脾胃 通肠通五脏 最近接了一个便秘的病人 他的情况呢很有意思 今天呢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病人呀 便秘的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据他自己说 一开始没当回事 一开始就是排便困难 就吃了点香蕉 火龙果 那大便排出来呢 也就不在意了 结果后来呢 大便是越来越难排 吃了好多润肠通便的药 都是当时能拉出来 治标不治本 经过诊查呀 我告诉这个病人 这些药呀 你可别再吃了 香蕉 火龙果也尽量别碰了 不然呢 你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呢 这个病人的手啊 一搭上去 第一个感觉就是凉 问了以后呀 才发现 他平时经常就是手脚冰凉的 很怕冷 再看脸色是发白的 那他呢 就是个什么情况呢 是阳气不足引起的便秘 阳虚便秘啊 就像是冬天天太冷 河水都结冰了 是不是船呢 就开不动了 再看这个病人平时吃的药啊 又是以清热 润肠通便为主的 包括香蕉 火龙果都是寒性的食物 可不是越吃越严重吗 所以他这个便秘啊 首先的调理原则就是温阳 有一个方子叫做 寄穿肩 主要作用呢 是 温肾 易经 润肠通便 专门调理阳虚引起的便秘 方中一共有六味药啊 其中 肉葱容 温肾助阳 补益肾经 当归补血 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牛膝补益肾 温肾 止咳 行气 相当于给了一个推动力 泽泻力小便 排出肾中的施主 最后一位生麻 生青阳 和止咳搭配呢 一声一降 让人体气机 转起来 全方呢 既润肠通便 又能温肾易经 可以说是标本兼致了 排便呢 是咱们人体 消化活动的最后一环 你想想 大便要是不通 排不出去 后面再吃进来的东西 是不是 得在身体里啊 来个大堵车呢 所以说呀 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啊 可能会有人要问了 每个药用多少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们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分享中医知识 不是让大家去照超原方用药的 射击用药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要擅自用药 不要擅自用药